这场地震让许多县市的民众都感受到明显的摇晃 而在镇央所在地的花莲 有饭店因为水管破裂导致夹层漏水 便利商店货架上的商品也掉落一地 桃园国际机场有部分的青钢架天花板掉落 新北市甚至有一个高职声因为太过惊慌 从六楼坠落 目前还在住院观察 地牛翻身 花莲昨天晚间8点02分发生瑞士规模6点3的地震 镇阳花莲现瑞税乡 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位于花莲凤林镇一家超商 货架上的物品掉落一地满目疮痍 地震来得太过突然 柜台有些顾客甚至还来不及 负账就马上往外跑 另外花莲市市区有饭店因为地震 导致水管破裂漏水 来自于辽宁省的大陆旅客也感到震惊 原来还在那聊天说地震了 后来发现站都站不稳 我们赶紧跑到街上 花莲洞华大学的图书馆 有部分青钢架震落 书本散落一地 幸好没有传出伤亡 那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 馆内有将近一百位同学 那也经过我们馆内同仁 请你做舒散的动作 全部都在很短时间就离开图书馆 受到地震的影响 桃源机场二航下有好几块六十公分 宽的青钢架天花板震落 航警赶紧拉起封锁线 台北市镇度三级有五起电梯故障 西北市也有三起电梯受困事件 其中戏指科技大楼一名流行女职员 受困电梯十多分钟 后来顺利获救 索性都没有人受伤 新北市许多大楼摇晃剧烈 甚至有一名十五岁的高职生 因为过度惊慌从六楼坠楼 幸运的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住院观察中 另外在花莲县也有一位民众 因为被家具压伤送医 其余并没有重大伤亡传出 但是至今仍有余震发生 内政部呼吁民众保持警觉 做好防震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